精靈轉換 當我們有很多的DOC檔想一次把它轉成ODT檔 你除了可以使用 慢慢的把檔案打開來 假設我們在下載裡面 很多這個檔案 以往我們要很辛苦檔案另存新檔 存人ODT檔 這樣速度很慢 在Write裡面提供了另外一個 相當不錯的做法 就是在檔案裡面 有一個叫精靈 然後請你選擇文件轉換 你要轉換的是哪些文件格式 我有WORD 我有Excel檔 它可以自動幫你轉 然後選擇繼續 這邊注意 你有沒有要轉範本檔 如果沒有那就不需要 就不用理它 我們會有WORD文件 按紫目錄 好 那資料夾要給它 你放在哪個資料夾下面 假設我放在下載的資料夾下 那你要轉到哪裡去 我一樣轉到下載的資料夾 放在相同位置 downloads downloads 然後選擇繼續 因為我勾兩個 一個WORD Excel 所以Excel也是要再做一次 那我一樣再選擇一次 下載 繼續 繼續 然後它 會告訴你 它要做這兩件事情 我的文件 從哪個資料夾轉到哪個資料夾 Excel一樣 轉換 它找到了五個文件 然後就開始轉 這邊會有 轉換的過程 最後轉換完了 這邊有記錄檔 你可以看 它轉到哪裡 共轉了多少 那有沒有真的轉完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下載裡面 有 這個 一個是DOC 一個ODT 每個都幫你轉好了 正常 格式 這樣就完成了 可以快速一次 轉換多個檔案 一次 一次一起轉